欢迎来到熊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就要来试作这快慢车超车问题 那做这道题呢 一开始就要先想清楚 变数是什么 所以这边呢 就总共有三个时间 一开始就是慢车开的时间 然后呢 跟快车比较晚出发的时间 这40跟这20 那这距离呢 这一题呢 其实没有问不知道 那至于我们可以随意设 因为这题呢 改变这个距离 其实也不会改变呢 这个时间点 好 那我们就设一个数字 那我设120呢 是让它因数比较多 等一下比较容易算出整数的 第一步就先来建立滑杆 点数值滑杆 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按一下 就是说T1 时间的话 我们就让它从那个1 到这边 200好了 那这边增量呢 增量是设成1 那点完滑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再稍微调整一下 大小 按一下设定 好 这边的话呢 设成100 好 那做完设定之后 我们要建剩下的几个滑杆 我们用复制贴上的 好 点一下这个滑杆 选取了Ctrl-C 然后再Ctrl-V Ctrl-V 三次 现在呢 就可以建出 现在就可以建出这三个滑杆 那我们呢 把它叫做那个T2 对好 然后这个T3 好 最后距离是D 好 D的话呢 例如说这边 我们就可以拉到180 让因数比较多的 好 T2 我现在就先把它设置 也是180 那这里呢 是40 这里是20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画图了 一开始画一个Y 等于D 那这边呢 要稍微缩放一下 这样才能看到我的这个Y轴 对好 好 那这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画面视窗 好 这几个可以再稍微拉下来 好 那目前就建立 在抵达的时间点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建下 那个慢车 出方的话呢 A 好 这里是ST图 那前面呢 是放时间 好 那这边呢 也是放这个位置 都是0 接下来B点呢 就是慢车 好 抵达的时间 这边是T1 距离呢 是D 好 我们再利用连线 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连出慢车的线段 那对于快车 那我们就叫C 那他出发的时间呢 是T2 然后是0 D呢 是B 往左边 这边呢 这边呢 就要运动向量的概念哦 B点 加上 -T3 0 接着呢 我们再来 连线 点C 再点D 接下来 再选取 这个 交点工具 好 我们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 这个交汇点 我们呢 再稍微 按一下 右键 OK 好 那这里呢 绘图区的地方 我们设定 那接下来 我们再呢 好 那接着 你可以再点一下 这个点 然后显示数值 我们这时候 就把交汇点 好 这时候就把交汇点的时间 跟距离都算出来 好 当然我们改变D 对 好 那现在改变D的数值 好 那我们去改变D的数值 我们就发觉呢 诶 这个时间呢 其实都还是不变 好 现在改变D的数值呢 也都可以发觉 这时间呢 都不变 所以这个任务 大致的结构 已经完成 那后续就是一些 美化的功夫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来做解释